我們都會有 access 可能要拍卡 才能夠開 我們會看一下那個 network 方面 原來你都會有哪個東西的作為動作 另外我們說box 上網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些叫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這些就是我們所謂的 我們現在的網更有網友可以令我們 我們internal network office network 怎麼上網 其實是靠個network的聲音 化妝術 化妝術 什麽為了化妝術呢 大家有沒有怎樣聯絡 常常都聽的 互聯網這些公眾公眾izer 其實已經是飽和 你要拿一些這些公司 就是要用的或者用的 其實差不多有線紙的規律在網路 我們說死了 但是我們現鄉路的人 每個人都要有IG上網 如果說這些公司飽和的話 那些公司要去哪些IG在網路 都是好像拍賣 到時真的有幾乎想做到 香港的生意 很幸運 我們這次半天已經想到 你可以說是一個解決方法 也可以說是一個叫折衝的方法 就是它會同時容許你 無論你內容上有100人 就好了 它都可以容許你 就是用一顆升高的profit ID上網 就是說 因此每個人一顆profit ID 每個人都會用一些叫private ID 那些private ID 就有機制的 有了機制 就是說你可以用哪些的private ID 所以很簡單 當你上網的時候 你就化妝了 化妝了一個叫做public ID 才上網 就好像大家出門口的時候 記得拿一個小牌子 或者拿一個小牌子 原來就知道很多人去哪裏 因為外面可能就是小牌子 這條給你個個個個關卡 那你回來的時候就放下一個小牌子 又回到房間 回到我們的電燈辦公司 所以你變成你在電燈辦公司 有多少小牌子都好 那都不重要了 因為我們都可以用那個牌子出去 那你可能突然 你可以用這個公文 你都會馬上有個ID 拿牌子出去的 有多少小牌子 那我裡面有一百人 應該你給我一個八個牌子 才對的 是不是 那就不行了 如果一百個人有一百牌子 那就是又回到那個問題 是吧 就是不走public ID中了 所以它很有趣的 它在裡面 我們會有一條public number 就可以連接到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人 就是那個派的朋友 就是說外國除了牌子之外 我會從後面就加一個號碼給你 好嗎 那個號碼呢 就很臣服說4K 同國的 1653的數目 所以基本上來說 如果是一個public ID 我應該可以用到六百多人 都可以做六百多人 因為那個public ID 我們都會用它 加一個portment 那個portment 才是identify 你的電腦 然後ID 或者電腦 這個機器 這個就是一個NAT 這個是一個比較 它叫Key的 因為我們現在這麼舒服 在辦公室上行 很舒服 都沒有問題 或者說做不到這件事 我相信現在大家 真的要上行 可能要給一個費用 就要學費了 就是資源不足 資源不足 或者提高價格 都能提高價格 就是說 比如說 你要多給一些services 的chart 他們就可以 給一些收費 就給一些 我加不到費用 這些東西 拿一些資源不足 這個當然不是發生 我講一下 我講一下 大家的工作 好 好了 這兩個tory 都會比較重要 一些 你要understand and basic concept 之後那些 我不會逐一逐個item 因為到期前一去的時候 我們才講 就是 你怎樣build at this scale 和 medium size 會在office 裡面 這裡就是說 你在office 裡面 不是只有一個房 就像現在大家 坐正前一個房 舉個例子 有十個房 你有兩層樓 I mean 兩個floor 兩個floor 有10樓 和11樓 甚至可能有些 可能是 有傷口房 又是有 whatever 就是 變成了你的一個 所謂的 那個level 是 minium size 或者是 怎樣scalable 就是可以抗議性 今天我只有首個房 我一年之後 可能已經20個房 我又可以 照顧到那些優惠 我們這裡 可能要介紹一些 virtual level virtual l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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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tual構νο 無法 inherent wedding 然後接下來 我們是說 jazz ibril 6 製造造風景 我暫時有isc徵給大家 未必會大家 再燃營 改造一些備備 不要說備備 後 現在 TV6 但是確實你發覺都不是很求 起碼我們家庭的電話 或者家庭的電話 所以我們也要用IPV 雖然我都看到一些Smart TV Smart TV你發覺都可以進去 我設定裡面竟然有IPV給你打 Smart TV 那些是比較厲害的 但是現在我們是IPV4 IPV4 即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去例子 大家看得到我這個畫面 你看得到嗎? 但是你看得到這裡有一顆 ID 10.10.11.10.24.13 但是這個pattern 我想 有沒有同學對於這個pattern呢 很陌生啊? 這個pattern 就是IP Adjunction Pattern 我想大家在家裡 如果要上網的話 或多或少都要做一些設定 你家裡的人買了一些 那些保證號碼 你家裡的分享 你家裡有兩部電視 然後還有什麼pattern 還有那些pattern 那些pattern 10.10.12.24 第二個就是IPV4 已經用了很久了 是一個32bit的tattern 生意來說 其實它是bindery的 number 即是0101 如果個個人都用10101 沒人會記住一個元才 或者沒有人會認識一個round 所以我們的前輩 我們的前輩的工程師 他就將這些010100 用大家都用寫作手法來的 用這些寫作手法 вмit 拿這些都給我們點答 所以問題上 初初接觸時會覺得 為什麼好像這麼奇怪 它不是電話號碼來的 但是它是整體版的 就是四個部分 first object, second object, third object, four object 就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四個部分 每一部分其實都是把Beat號碼來的 然後把Beat乘四就是三二點 所以它是一個三二點號碼 不過它的Presentation 就是用一些叫Dot Notation 一點一點一點 那一點其實是用來的 用來意義給我們分開個address 其實這個Dot是沒有實際的技術意義的 技術上是不需要Dot的 這些機器是不需要知道有一個Dot 問題是傳聞出來的 我們有一個Dot的字體 你沒有Dot就很麻煩 沒有Dot我讀出來你們都會覺得怪 如果沒有Dot的話就1024.3 很難記的 雖然你說都記到的 但是如果說10點10點24點 是不是容易記很多 你相對就是容易記 當然你都說不是的 如果多的時候都很難的 沒有人會記很多的 純粹我想介紹一下這個Pattern 好了 上過這個就是IQE6的Pattern 你說的都挺有難的 是的 最初你由這個Pattern 轉到這個Pattern 都是一個Learning period 但是 幸好現在暫時沒那麼流氓 沒那麼流氓 所以上來講大家暫時是IQE4 如果將來某一天 某星期一天就是IQE6 有風行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可能都會遷得到這種Pattern 當然現在就不一樣的學生 不用這麼介意的 我們就不像風格山是IQE6的 有大把大把的時間給我們IQE6 好了 接著我們會看看 什麼Triple Shoot 我們要去學習 為什麼我沒有說了 為什麼我上了對方 我上了對方的伺服器 拿不到IQE6了 就是Security 都是比較關心的 你通過了之後 你需要想一下 怎樣可以安排這個Network 安排有兩部份的 就是Administrated Assets 即是說你的IQE6 原來都不要想著自己 既然是IQE6 就不用安排了 因為我知道整個是怎樣運作的 我進去的時候 最簡單的方法進去就可以了 我做事而已 我不是搞亂黨 但基本上是不可以的 在這些機構來說 一定是智慧的計程 都不用有所制度 即是有所承認 就不能夠說 因為你administrated 基本上 你用一個最簡單的 所以用一個最簡單的 所以用一個 用一個很簡單的 但是現在才能 understand 了這些 就沒辦法了 沒理由 沒理由才能承認 他有這麼重要的身份 因為你administrated 你一陣子 你進去可以補充設定 你還可以補充設定 甚至你可以 直接一點 例如說 你甚至可以 vactory mode 那隻電話出來 這樣就很可能 所以我們都不容易 另外 怎樣固定電話 因為這個都是一個很流行的事件 因為通常我們的機器 即送禮 或者我們講回windows 大家還要開windows 但是我沒有留意 所以我們經常都要update 就是要update 其實那樣的就是catch 因為我們catch 就是補充設定 有些是feature的update 就是更新一些feature 就是給一些新的我們 有些真是真 就是有些update 就是給一些新的feature 但是有些update 就是它的software有充設定 有充設定 我們要補充設定 但是補充設定 都是規定自己的工作 但是我們做IT在哪裡 我們就說 喂 你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這間房 大家看到 或者你家裡的門 請問你們會不會不安裝鎖呢 我想沒有這個case 除非你說 我正在裝修中的 鎖還沒準備 例外 但是你懂得入住的時候 沒有理由不安裝鎖呢 所以就是hardon 都是這個人 就是說你做了一些 剛剛的交換機 路由器 給了一些人可以用得到 喂 你都要想一下 有沒有hardon 做那些關係 是不是就是如腿如蠻 任何人呢 舉個例子 有些公司比較嚴謹的嘛 就是說你是什麼visitor 你帶一部lookbook來 你刮下去 那些switch point 就算是不同的 或者用不了的 原因就是說 我們都是possibility的 我們只是一些recognized的 如果你說不行 我真的要借你們 沒有問題 我們在年前 我們說 我reserve了兩個point 給你的 就在lobby那裡 或者conference room那裡 慢慢這個visitor 去lobby 或者conference room 那兩個switch point 那裡 將它無論如何刮下去 因為那兩個switch point 我們就獨立了出來的 就不會是壓住 我們那個內內血管 或者在我們那裡 那裡 這個真的 現在就不用了 現在就不用了 現在就不用麻煩了 大家用Wi-Fi 有小Gas Wi-Fi 有小Office Wi-Fi 這些這些 就是切停了 有得 這個緣起就是差不多 但anyway 你怎樣都好 你都要做一些電話測試 另外一些小小的advance security 介紹 就是on the top 就是你做 就是你做 就拿到一些 更加好一些的security 但反正你不做的話 都不是說真的太大傷害 不過不是那麼方便 但是最重要的是 最basic的network security 一定是要做的 剛才所說過 administrated access的security 還有一些電話測試 還有一些電話測試的工夫 一起做 好了 跟著一些 剛才不是說 有些叫做什麼 動態路由 靜態路由 動態路由 我們有一些叫做技術的標準 EIGLG的動態路由 以及OSDF的動態路由 這些病例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等於身邊的品牌 或者一些技術 如果大家還沒發出過 就當家裏製造 我們有兩種技術 都會介紹給大家 介紹的 因為我都知道 你們可能被這個 這麼需要的程度 是要管理這些 所謂rower的運動 但是知道沒有辦法 知道也沒有辦法 這就是要做 所以真的 但是接觸到的 都不會對這些 很陌生 好了 接著 YARIAN 我又介紹又是 這裡也要介紹 YARIAN 有些博吹 現在我們說 我們下LAND LOWARIAN 在用EVERNAT 但是其實 如果是博吹 不是博吹 可能你已經出了這個流域 例如有很多公司 就說 我有分公司 總公司和分公司接駁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做 用什麼方法 可以接駁分公司和總公司 我們都說 拉條 vibar 都可以 沒問題 如果本身公司 整個基地 分很多不同的建築 那些建築和建築之間 有些公司可能說 自己拉vibar 就是綁簽線 買鋼接駁簽線 就能量它 這個也是一種可行的方法 但是多數都是租用什麼 租用那些 我們叫電訊商 租用電訊商的一些 我們叫賣線 或者租線 現在問題就是 賣線或者租線 那個線 就太high level 問題就是 那些線是代表什麼 代表一種 就是我們RAN的技術 這些RAN的技術 其實有很多種 其實有很多種 不過我就是 這樣介紹一下 不需要太多 交換 另外 device management 當數量一多的時候 你就需要管理 這個檔裡面 可能只有1隻suit 就沒所謂 但是可能我們有10個檔 我們可能有6隻suit 可能甚至 可能有12隻suit 可能我們有12隻suit 有一個AP 然後上網的時候 可能有一隻file wall 有一對file wall 甚至可能 有些low balance 那些 公司發覺 在日本 有些什麼 基本的 可以玩的 給大家 OK 另外呢 還有一些QoS的 大聲 就是polytop 這個就是 public power 大聲 原來呢 我們這些公道 或者TCPID 大電話來說 它就不會讓你們走 這些application 都是所謂叫做 什麼 first in first out 就是first in first out 那個叫做approved 就是 你來先的 會讓你先出 你遲來的 就是遲些才出 這個 原來是不行的 原來我們有些application 它是排隊比較濃 它都會折的 就是折一下折一下 它是什麼 不好意思 你拿去搜尋的ID 就是IP封它 是嗎 因為你打電話 它是比較上 netency 或者 netency 所以我們有些 叫做forwest的方法 簡單來說 就是排隊系統 就是這個排隊系統 就是在voice是排隊 是不是 你是那些什麼 舉例上網絡網 download file的話 就是可以折一下 沒有問題 就是 Pabrication 太適合 Dimble manage the device 可以幫大家討論 好 大概上 我們都會 go through這些 題目的 另外有些lab 我們到時候 講到lab的部分 才和大家 行一行 好 這些lab 其實引了給大家 你可以reserve 對我們人的lab 第一個pate 已經有這些 所謂的目標 就是要達到大家 但不是每個lab都需要大家 go through 除了例子 什麼 operating system 這些比較簡單的東西 圓圓的功能 圓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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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我都覺得 很容易 對大家 去understand 這些 什麼龍牛器 交換 然後 你說 什麼叫做龍牛 都是機門 裡面的 有特色 可以看 好 Anyway 大家 這些 都不公布這些 這些 這些 我都不公布出來 到時候 我們就要 職場 給大家 好 OK 我們大概 就會去到 上午 就去到1點鐘 就放 lunch break 然後2點鐘回來 就下一個 session 接著 以外大概6點鐘 我們會 當日就會 當日就放鬆 中間 我們都會有些 break 給大家 或者舉個例子 如果你們有需要的時候 可能有個 call 也沒有問題 你同時可以 客出客人 都不會有問題 就是 聽聽 你們都要緊張電話 或者有些 雖然我可以去心 我也可以 提出大家 好 大致上 那個 run down 是這樣的 有沒有什麼問題 各位 想請問 怎樣稱呼你 好 是呀 我也不怕 不好意思 我叫Gary Gary 我叫Gary 各位 歡迎請 我想問一下 同事有沒有派 那張 attendance 給大家簽名 有啊 有啊 這樣可以了 這樣可以了 我叫Gary 是 我叫Gary 謝謝 謝謝 好 這樣呢 我不是說過你們的 notebook上的那個 desktop呢 其實呢 就應該有什麼 類似這樣的 籌架 的了 已經叫做什麼 Distribution 什麼 Networking 辦的 什麼籌架 這個籌架 大家在你們的 notebook 的desktop 看到這個籌架 看到嗎 看到 好 這樣可以了 那裡面呢 你double click裡面呢 那個籌架裡面呢 其實就有些PDF 了 7sip那些呢 沒有什麼用的 我這裡那個呢 就是那個 壓縮了那些PDF 那它就 已經爆開了給大家 在你們的 那些PDF 那些PDF 那你們喜歡的話呢 你隨時抄袖 你隨時可以抄袖 你隨時可以抄袖 任何東西可以 上載上去 你不記得 那個cloud driver 就行 或者你用手指 USB手指去抄袖 就行 沒問題的 另外一個包打應該是裝著Lab的 那些就是Lab的Soft空間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包打 應該叫Distribution Lab 看到 Distribution 那個就是Lab的Soft空間 那些也是可以考慮的 又是可以考慮的 要怎樣用呢 一會兒再介紹給大家 一會兒再介紹給大家 Anyway 我現在focus在那個presentation那些pdf那裏 就是說Distribution Networking Fundamentals 和那個包打裏面的內容